下面跟各位談的叫做氣壓的變化 我們知道天上的氣壓比較小,地上的氣壓比較大 那麼在一般的狀況而言,大約每上升100公尺,氣壓會下降0.8公分 0.8公分拱住高,公分水平住高,0.8公分,100公分 有人會洗一公里下降8公分,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於是乎用這個東西就可以做一些高度計 我就兩一個壓力做個簡單的換算 你可以知道說我到底爬的有多高 這個有網上傳過的故事 那個老師要學生這樣去算 他學生硬就是不要這樣算,用這種奇怪的方法去算他 然後告訴老師說學生可以創意無窮 不要限制學生的思考 但是老師要考這個,就是上升100公尺下降0.8公分 所以我現在地面76,天上70,請問你我有多高? 類似這樣的問題 OK,那麼當壓力有變化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現象 比如說耳鳴,像有人坐飛機啊或耳鳴啊 就是因為氣壓變化的關係 所造成的,因為內外壓力不平衡 就看一下,背一下100公尺下降0.8公分 有人會用這個方法,請你算高度會有多高? OK,就是你生活上的一個應用也是這樣做的 然後這就是山上的包裝 看他膨起來有沒有,為什麼膨起來? 因為在地上的時候內外壓力一樣 到天上,山上不是天上 山上壓力變小,就膨脹了,就膨起來 所以有人會在上面戳鬥 有人在山上會在那邊戳鬥 戳鬥就不會膨起來 戳鬥就不會膨起來 不過這樣就,就不有趣了 這樣膨起來都比較有趣一點 但是很大包 但事實上是一樣 而且事實上是一樣 所以就膨起來 山上會膨起來 OK 然後這是一些我們量大氣壓力的測量 我們這裡圖就是我們的實驗室友 我們的水銀的氣壓劑 76公分拱柱高量水銀 用水銀來量我們大氣壓力多少 還有一些無益的空核的氣壓劑 像這種,血壓劑跟胎壓劑 它其實不是真的量壓力 它量的是內外的壓力差 叫計氏壓力 它量的是內外的壓力差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原理來做晴雨劑高度 你剛講過嘛 每上升100公尺,下降0.8對不對 所以可以簡單換成有多高 晴雨劑是因為 我們未來地科會交 要下雨的時候氣壓會比較低 所以我只要 氣壓降到某個低的 我說要下雨 要下雨 用來表示我們是晴天還是雨天 也是因為 天氣好的時候氣壓比較大 天氣要下雨的時候氣壓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晴雨劑 應用 就是它應用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些都是有關於我們的壓力的運用 左邊下面那個圖就是一個掉的 吸盤 有人就考試就會問你 大吸盤小吸盤 請問你 為什麼大吸盤可以掉比較重 小吸盤掉的會比較輕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有什麼原理 地的想法是什麼 沒有小安子 如果開心的話可以配合一下摩擦力 就不管它 那就是壓下去 空氣擠掉 大吸盤壓了它 它就沒有 壓了它 它就沒有掉下來 就這樣子 然後呢 右邊那個叫做吸管 我們所謂的吸飲料 其實講起來不是你把飲料吸上來 是大吸壓力 你一吸的時候是把吸管你的空氣抽掉 空氣抽掉的時候壓力就變小 外面壓力一樣大 一壓就蛤 擠到你的嘴巴裡 所以有老師玩過那種 到從三樓 多個吸管器下面那種 好 看看你們有沒有 看看你們不能吸起來會怎麼樣 原則上大氣壓力可以使水上升10公尺 啊 對不對 1033.6 你剛剛多分特重嘛 略略可以上升10公尺 略略可以上升10公尺 你over10公尺你就怎麼吸欸 吸不起來 流血吸不起來 這樣子就是 告訴你這個是運用原理 看一下了解 很多大氣壓力的現象跟運用 吸管吸飲料 吸含掉東西 還有吸塵器 吸灰塵也是一樣 都是大氣壓力的關係 幫助我們做的 OK 最後要講的是密閉容器的 剛剛講的是大氣壓力 是開放的空間 有人問我說 老師 溫度比較高 壓力會比較大還比較小 我的答案叫做我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 你在什麼條件講這句話 如果是營火碗會開放空間 你生一個熊熊的營火 那個空氣受熱會膨脹會上升 密度會變小 那個壓力會變小 可是如果你裝在一個密閉的罐子 這個密閉空間 瓦斯鋼筒 密閉空間體積不會變 這個時候你的溫度如果越高 壓力就會越大 壓力就會越大 那麼 那如果溫度沒有變 就是體積小壓力大 體積大壓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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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一樣 不一樣 高中就會交給你一個神奇的公式 你會發現它會受四樣因素的影響 有溫度 有壓力 有體積 有分子數 會離子互相影響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直接問我說 溫度高壓力大壓力小 對不起 你要告訴我你在什麼條件 講這句話 我才能夠回答你 它是壓力會變大 壓力會變小 那我們現在這裡所顯示的是 密閉的環境下 如果體積不變 溫度越高壓力越大 如果溫度不變 體積越小壓力越大 體積越大壓力越小 OK 那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影片 來給你介紹一下 密閉容器中氣壓的變化 壓力的變化 本單人的教學目的 需要讓同學觀察 溫度中氣體的壓力 將助手的活塞 往後拉至V3的地址 然後前端用手指壓緊 動力飛動注針孔的活塞 使注針孔裡面的氣體體積變小 放開活塞時 觀察注針孔裡面的氣體體積的變化 由實驗結果能知 氣體沒有固定固定的體積和形狀 實際被等活塞時 氣體體積減少 而壓力地變大 此時 真國內的氣體壓力 大於真國外的大氣壓力 如果不再對活塞 是相加力時 真國內的氣體 會將活塞往外推 使真國內的氣體體積增加 而壓力變小 好,就是剛剛有跟各位講那個密閉容器中的變化情形,可以嗎? OK,請寫課堂練習